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都在拉锯战当中谁都不愿意当副手 国民党也不愿意当副手 那柯文哲他说比民调 然后可能就是要比剑拔奴章 看哪一个比较厉害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 到底台湾总统大选今年是最热闹的一年 我们就吃瓜看戏咯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谈判的筹码郭台铭支持时表示 连署数字应该可以达到但数字不够 他需要得到各位支持 你的支持我才有去谈判筹码 我若连署五六十万份现在已经超过了 我去谈判人家不理我啊 拿出一百万份连署出他就好谈了 团结在野力量名义不是调查出来 是你们一个一个催出来的 却又否认了答上述说法 那到底他现在有多少数字呢 不过他说连署是二十九万份 他已经达标三十万份了 所以你想支持谁呢 如果你想支持郭台铭就赶快去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表达误会 郭伴发言人黄世修晚间回应 郭总在台上的意思是 假设性的语气 要是我们已经超过五十万去谈判 人家不理我们代表筹码还不够 如果超过一百万筹码更多 那就更好谈了 郭董受访的时候指的是 人家不理我们 这件事在现实上没有发生 郭否认的是这部分在表达上 有些误会非常抱歉 人家不理我们是代表是 柯文哲还是国民党呢 在大联盟能不能成行呢 郭台铭的动作频频 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放弃任何一天 任何一份机会 而且更可观的是呢 他每天风尘仆仆的全省跑啊 好联署站一个一个的打开来 那到底呢 他心里盘算的布局这什么呢 全台走透透 2024总统大选呢 登记倒数一个月 蓝白和话题加温 外界认为呢 郭台铭遭边缘化 郭台铭十日受访时老神在在 笑称波云见日的时间还没到 让子弹多飞一会儿没坏处 这就是大老板的格局啊 你看到没有 他完全用布局的方式 他也强调呢 与其小规模的密室作业 不如向他走遍台湾各地呢 倾听基层民众的需求 毕竟民意大于党异 当然他现在呢 能不能恢复国民党呢 不知道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我想呢国民党的在野大联盟呢 如果没有把郭台铭处理得很好的话呢 国民党的胜选真的是登天之难 那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 现在民调呢 我们就算不谈民调 柯文哲的论述呢 一向都比侯友宜更强而有力 我们不是要打击侯友宜 侯友宜现在越来越精进而大 这个子弹上堂以后呢 打这一仗呢 他开始有所改进了很多 我想呢 这个就是人需要磨练 每一个人都一样 年轻老的都一样 他一向做官做大了 以前都做政务官嘛 现在呢 除了选新北市场 很多人帮他站台以外呢 当然以他的民调上来看的话呢 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 赢过柯文哲太多 柯文哲有时候呢 对他来讲的话是一种 就是上上下下 两个人好像在荡秋千一样 一火他荡高一点 一火他荡高一点 所以这两个人的民调呢 其实也看不准 那郭台铭当然呢 大家都认为呢 他完全是 以一个百姓的身份来参选的话呢 没有政党的基础 完全都是素人 那这个政党的基础没有的时候呢 他用的那些人呢 当然也不是 已经是政治精英 或者是政治老将 甚至是政治老狐狸 这样讲也没有过分嘛 对不对 政治精英 政治老将 政治老狐狸都有啊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一出戏的时候呢 请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 台湾要走向哪一个未来 我们需要你们自己的选择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和平与战争 郭台铭表示呢 他的理念就六个字 和平繁荣跟清廉 认为呢近期尾巴战争恐将导致能源上涨 现在油价已经在高涨了 若战争不能尽快平息 对经济人命都有影响 他强调2024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我们可以不惧战 未战 但不能不谈判 台湾不能变成乌克兰 或者以色列 好那现在呢 以色列的战争呢 现在呢又引爆了另外一波呢 经济危机 好那美国如果现在呢 已经没有闲暇可以顾乌克兰了 自己缺钱啦 白宫都要停摆啦 那些政府官啊 根本没有办法上班了 好不容易呢 国会通过了他的一个法案 但是呢想想看 如果他再去支援 乌克兰 再支援以色列 这个美国的泱泱大国 还真的能够挺得住吗 自己都快火烧屁股了咧 是不是 那火烧屁股的同时呢 是不是有能力呢 再继续支援 这两个国家继续打仗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全民 全球真的非常惊悚的一个世代 好那虽然呢 你不要看国与国之间的对峙而已 其实他引爆的东西呢 是非常强大的 就核弹级的引爆 这个核弹级的引爆 就代表什么呢 我们在生活上面 面临到的困境会越来越多 这个叫核爆级的引爆 好比如说原物料的缺滑 以及呢 很多的油价啊 各方面啊 方方面面呢 都会呢 让我们呢 过着很痛苦的生活 还有在战争的同时 看到那满目疮痍 死伤惨重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你真的会觉得 台湾有需要走向那样的境界吗 郭台铭他说了要和平 国民党也说要和平 民进党也说要和平 那到底哪一个呢 还有包括柯文哲 民众党也说要和平 那这样的和平状况呢 是不是能够在他们的主政之下呢 任何一个人当选总统的真正的主政之下 台湾能够不要兵凶战围呢 现在不是一个国家打仗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后面还可能还会有 海洋老师之前的预言就准了 看到没有 如果你是我的铁粉 我之前就说还会有国家继续打仗 国不起来 我说二户战争不会结束 还有国家会打仗 我们小编频频点头 对不对 因为他每天做我的节目 他就很清楚了 好 经济问题 全球的经济问题来了 郭台铭指出呢 目前世界正以来 50年来罕见的经济海啸 这场尾巴战争如果战况持续 可能造成国际原油与粮食价格再度飙涨 况且通膨已成为全球的经济问题 未来经济局势会如何 实在让人担忧不已 有些人是没有影响太大 但穷人大部分都是呢 金字塔底下的那群80%以上的人 怎么样过日子呢 每天都必须要工作才有钱的人 怎么样生活呢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晶片中心 郭台铭表示 这场毫无预警的战争 早时让人忧心忧忧 战争的烟消下没有人是局外人 世界各地战争人品 丝毫没有降温迹象 台湾作为晶片产业链的中心 因主动成为成就和平的使者 全面展开策略评估和行动准备 避免台海发生战争 如果赖神 他还是主张独立的话 那就惨 那中国大陆绝对不会放手 好 现在呢 中东在战争 乌克兰在战争 那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还有呢 台海战争 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周边的国家太多 你觉得哪一个国家能幸免于呢 日本南韩 菲律宾 能幸免于难吗 马来西亚 印尼 还有新加坡 这些国家能够逃出这样的恶梦吗 当然不可能啊 好 台湾的安全呢 郭台铭说 台湾政府应当重视尾巴冲突 可能造成的后续效应 包括流域食油价格的波动 建立足够的食油储备 并需评估现有供应链的安全 也要加强军事演练 确保国军战力更上一阶 更重要的是 台湾政府需要正式人民对于和平的需求 需以中国大陆建立和平且稳定的对话管道 是的 如果没有的话 台湾真的要非常谨慎的 而且你要知道 以色列是有女兵 台湾没有女兵 那这些女孩子是不是要变成后勤单位呢 所以你们家的女儿 太太 妈妈 要去当后援单位呢 如果真的一旦打起仗来 我想连我都可能要去当后援单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团结 郭台铭与赖佩祥 针对媒体提问 南白河是否现僵局 他在10月9日表示 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很多对外放发都是捕风捉影 给我们一点时间 团结胜选是唯一方程式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想呢 台湾现在面临到的呢 郭台铭现在这一季呢 其实打得大家分头转向 你觉得民进党没有受到影响吗 当然也会啊 赖清德就真的不能躺着当选了吗 是的 我要告诉各位 大家呢 还在最后这两个多月的时间 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在充斥着 九十几天的时间在充斥着 台湾的选情呢 瞬息万变 我们呢 辞瓜看西板 好 那我想呢 最重要你内心的那一块要坚定的 我们每一个百姓的内心那一块要非常的坚定 希望台湾怎么样的好日子 希望台湾不要在战争的边缘上摩拳插掌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了帮海洋老师呢 按赞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还有帮我按赞分享以外呢 你的订阅开启小铃铛 就是我前进 跟我们小编前进最大的动力哦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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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